今年新北有線電視嘉年華即將在這個週末登場 而這也是新聞局首次結合了中家集團 以及其他10家有線電視業者 共同在板橋車站來舉辦 只要尋民眾來參加 不但闖關就能拿好禮 更重要的是有機會抽到70吋的液晶電視 既然都不猜的話 那我就直接變出來啦 準備好 大家拭目以待 一起來幫我數1、2、3好不好 好 3、2、1 我們一起選 3、2、1 魔術表演變出數位基上和 為新北有線電視嘉年華揭開序幕 今年新北市新聞局首次集合了 包括中家集團以及其他10家有線電視業者 共同在板橋車站舉辦 而中家數位高畫質頻道 比起其他家業者帶給民眾更多的選擇 因此中家數位內容企業也勢必成為全場焦點 現在整個新北市每一個系統都在推數位的節目來講 其實以我們中家集團來講 其實在數位內容來講 我們也希望說 在民眾莊數位基上和的第一時間 就能夠有很好的節目 所以事實上我們現在的數位節目 是叫其他系統都有更多的多樣化的節目 讓客戶能夠來欣賞 新聞局大佩周章舉辦嘉年華體驗 無非就是要讓民眾更加了解數位化特色 在年底前達到50%的數位化目標 幫助民眾生活更加便利 增加節目選擇 知道我們新北市有將近100萬家的有線電視 所以說有線電視是深入到每一個家庭最好的通路 政府有見於此 所以說就大力的在推動我們現在的有線電視數位化 希望藉由數位化活動之後 能夠改善我們大家收視的品質 10月12號活動當天 中家攤位將結合黃色小鴨 讓民眾進行闖光活動 過關不但可以拿到小禮物 另外還有好康摸彩 讓你有機會得到70寸一斤電視 知名耳機或是電影票等好禮 有共不妨席下帶券 一起來板橋車站試手氣 中家新北新聞板橋採訪報導